好,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可以 好,開始了 你要開場嗎?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 臥草喵政治 你看我們到現在還是沒有默契 沒關係沒關係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 臥草喵政治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會來這邊應該都是聽過臥草的嗎? 有沒聽過臥草的嗎? 好希望有喔 我做這節目的目的就是希望 不要只是聽過臥草的人來聽啊 怎麼這樣子 那為什麼 那妳 妳是飯嗎? 現在就要自我介紹 我幫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聽過臥草這個獨立媒體的話 在我身旁的這位男士 是臥草的總編輯萌萌 好,所以要幫對方介紹嗎? 那大家好 我是臥草的總編 那不知為什麼 大家都叫我萌萌 那另外 在我旁邊這位是臥草的范 范要介紹一下妳自己嗎? 我是臥草的 算是 新來的菜鳥啦 跟妳的資歷比起來 非常的資淺 前輩 這樣妳講太沉重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個 剛剛有說要讓 不認識臥草的人來 知道臥草在幹嘛嗎? 那不然菜鳥來介紹一下 臥草在幹嘛? 妳心中的臥草是在做些什麼? 我可以跟你講一個版本是 我進來 進來臥草前 跟進來臥草後 前輩 對臥草的想法 很好 就是一開始 對臥草最清楚的記憶 是你們有做那個 戒嚴時期的給問專題 等一下 我如果沒猜錯的話 妳講的應該是 妳是戒嚴時代的誰 不是給問 它是兩個專題是不是 對 對 表示我們的專題都非常的 對 你們是專題紅 對 所以有給問 然後也有妳是戒嚴時代的誰 所以紅到就是 飯都把這個東西混在一起 很好沒關係 我其實第一次接觸臥草的時候 是我在讀碩士班的時候 我是新聞所畢業的 然後那個時候 應該是幾年啦 2013年吧 有那麼晚的照吧 反正就是few years ago ok few years ago 中文就是幾年以前 就是那時候很流行 也不算流行嗎 就是用不同的 新媒體形式去製作內容 很了解 不管是用網站啊 一些多媒體啊 互動室啊 fancy 其實它只是幾年前的事情 但感覺好像已經過很久了 反正在那個時期 各家媒體都在嘗試 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現 然後那時候 臥草做了一個戒嚴時期 你的誰 我又忘了 對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就是借由問答 就是一個網站 然後問答的方式 去體會 你如果是處在那個時代 你是 你會是什麼樣子的角色 然後我就是一直不斷的被 射死嗎 就是槍決之類的 槍決 然後我玩的那個小遊戲 我就覺得很震撼 因為我覺得它很簡單 可是它很有感 它門檻很低 就能夠幫助我們了解 到底戒嚴時代是什麼樣的感受 對 而且那時候我是完全不了解 戒嚴的政治或是任何的事情 都不懂 可是我只是單純的透過那個遊戲 我就感受到那個情緒 我覺得是一個很高明很厲害的一個 算是一個實驗作品 而且我感覺它帶起了一個趨勢 讓各家媒體 這不是在捧 這不是在捧 是真的 然後就感覺 各家媒體開始都在做這些東西了 所以那是我最早對臥槽的認識 這是before對不對 這是before 那after呢 那我感到有點緊張 所以進來臥槽之後 after 突然發覺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before還沒講完啦 before就是說 就知道他們你們都在處理 欸我們你們 對我們 當時是你們 當時的你們 都在處理一些政治相關的議題 然後嘗試去看你們的粉專 嘗試 但是我 我沒有留下 就是 我就是那種 呃 作品 停在作品的粉絲 OK 我沒有辦法成為你們的 就是 評水相逢 你只是對某個專題 評水相逢覺得不錯 對對對 因為我對我來講 當時的我認為你們的文章 還是有點難 哇 居然 好 等一下我們在喝水 尷尬的沉默 但是後來 你講一下嘛 你們臥槽在那幾年前 你們當時對於你們作品的定位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的初心嘛 就是初衷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那參與政治的第一步是什麼 其實就是了解政治各種政治議題 所以我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獨立媒體嘛 我們用不同方式的呈現 也許就像你剛剛講的一種互動的網頁啊 或是漫畫啊 動畫啊 影片等等的方式去告訴我們的讀者 哪些政治議題應該去被了解 所以我們試圖用一些比較淺顯易懂的方式 好玩的 對有趣的啊 大家比較容易進入啊 然後要了解之後 才能夠參與嘛 然後才能夠慢慢去改變政治啊 改變可能大家都覺得 因為原本覺得政治好髒髒 但是透過了解 透過參與 能夠改變政治的亂象 所以沒有用嗎 糟糕 我覺得是第一步有用 一開始 一開始你有拉我進來 可是你沒把我留下 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多數的人 OK 所以會覺得好像還是太難了 因為我們2013年底成立啦 所以現在也快七歲了 所以我們好 小學畢業了 小學畢業了 所以 國醫生 雖然我們已經讓有一群人 帶領了他們一起度過小學 已經生小學了 但是有些人 也許現在才開始想要進入政治 開始了解 我們已經走太遠 他們現在已經跟不上了 是不是 我覺得是每一年都會有新的年輕人 或是不一定年輕人是 在政治這個領域是新手 或是小醫生 他想要去了解這個議題的 對阿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自己反思 因為跟范蘭聊的時候 他又會提到 我們現在的東西好像已經有點難 因為我們自己走過了六年七年嘛 所以我們自己了解的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前提假設 是以為讀者都知道的 所以寫的阿寫的報導 就沒有感覺 我講一個你不方便講的啦 請問請問請問 好緊張喔 就是會覺得 我的臥草現在已經是政治宅的同溫詞 欸 which is me嘛 你說的政治宅 是不是就說我 而不是要降低政治門檻的 的媒體 降低政治宅 參與政治門檻 你就是製造了一個政治宅的 小天地 happy party 的地方 可是真正你想要去 拉攏或是說希望進來的人 反而覺得 這個派對 好像不是我該來的地方呢 門一打開 怎麼都是政治宅 然後門關起來 走了先走了 對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很 蠻違背說 對 而且這樣其實也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當然會是希望 越來越多能夠 一起來關心政治 所以才可以 可以影響更多人嘛 影響更多人才可以改變政治生態 那我問一個題外話 就是OK 你是政治宅 而且你還是政治宅的偷偷 你是總編輯喔 OK好我接受這個假設 假如是 你內心真的有想過 要去改變身邊 不了解政治的人嗎 有啊不就你嗎 哈哈哈 所以你是多數嗎 多數 你說多數是什麼 多數 就是說大部分像你這樣 關心政治的人 內心也會有一個小小的期待 可以把這份關心散播給更多人嗎 我覺得 OK哇 我想到我兩個層次 可以分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 我覺得你看你做媒體的角度啊 我如果連一個我可以面對面講話的人 我都沒辦法讓他聽得懂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我要寫的東西告訴你 讓一個可能只是在遠端看到我們文字的人 也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 所以譬如說服要說服你 說服我們自己辦公室的人 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嗯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你真的要改變這個政治生態 就想說我們都是關心政治的人 但會想要改變現在的一些 我們覺得不是很好的生態 那你一個人做不了嘛 你要越來越多人一起來參與 是要幫他改變啊 不管是透過輿論 甚至或是透過選票 才有幫他改變整個社會 如果你只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唱高調 哇這個很厲害沒有人 但是沒有人聽得懂你在講什麼的話 那沒有意義啊做白宮 就乾脆自己在家裡自己講給自己聽就好 所以我就假設對政治很狂熱的人 心裡某種程度上也是希望 身邊的人可以跟他一起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只能代表我說話啦 OK 但是我覺得我內心對這群人有這樣的期待 哦 什麼有人讓你期待落空了嗎 就是曾經啦 我分享一個我以前 這是可以說的故事嗎 可以吧 不用馬賽克齁 我們後製的時候會挑戰一下 這是哪間學校 好請說 其實這不是一個不好的故事啦 是一個我自己的經驗 念新聞所的時候嗎 對對對 因為我在念新聞所之前 我不是新聞方面領域的學生 然後我是藝術科的 就是藝術系 然後你就對於那種藝術系突然跳到新聞所 其實是相對有一個大的門檻 然後我剛到新聞所的時候 有很多的同學他們可能是政治系 或是可能是 你要咳就咳 沒有現在就很尷尬 我在疫情症 我不太好咳 我先喝口水 你繼續講沒關係 就是政治系嗎 或是本身就是大眾傳播系的同學 那他們其實在傳播或是新聞這個領域 已經有了一些認識 然後以新聞來講 其實關注政治議題還是比較大眾的 所以當然你長期有在關注這個議題 你就會熟悉這個領域的遊戲規則 或是你認識幾個政治人物 或是什麼 因為我當時是我除了總統跟副總統 是誰之外 等一下好 請問現在總統是誰 現在總統是蔡英文 副總統 賴清德 是吧 他還沒就任 現在是陳建仁 好沒關係 還沒就任 回來 回來這個 你幹嘛問這個 反正那時候 平常考試 我那時候是 就是大角色我會知道 可是你真的要我說 什麼國民黨拿幾個重要的立位 或是民進黨拿的重結 我其實都聽不懂 所以有時候 你當然你在新聞所學一些好新聞 或是關注時事議題 你一定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五行中形成一個排擠 但是那個排擠不是故意的 OK 它會有一條線在那邊的感覺 對 就是別人聊這個東西 你進不來 那你沒有辦法參與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 他們也不覺得自己需要把你交會 OK 就是他們不是不好 只是覺得說 你不知道就算了 沒有關係 所以反而就會形成五行的那種政治 了解政治的一個圈 一條線 你沒辦法跨過那條線 大家好像也不會試圖去 拉你進來 拉我進去 對 也不會覺得說 想要幫助我去 了解這政治議題 然後 我覺得我有一度是 蠻受傷的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參與你的同學的話題 那你會感受到 嗯 是不是我不夠好 或是說 我不適任這個 做這個新聞這個工作 嗯 然後後來 後來就發生了很多事 一連串的冒險 一連串的冒險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就是我最後竟然落在一個關注政治主題的媒體裡面 喔 which is沃潮 是這樣嗎 對就是你知道當年明明那個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主題 我覺得啊 我什麼題目都可以挑 我絕對不挑政治 沒想到 沒想到 沒想到最後 命運的捉弄 等一下所以這是after嗎 剛剛講after了嗎 剛剛都是before啦 喔 但是after是好 反正我就來了嘛 對 然後我來這邊也待了一陣子了嘛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跟沃潮的同事相處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可能你們都是像我同學一樣是類似的一群人 可是你們給我的態度跟給我的那種 教育之心 什麼什麼 不太一樣 就是你們會很友善 很想要就 喔我飯聽不懂 然後 我就趕快解釋給他聽 我給他看很多資料 我講十遍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喔 好像就是很被積極的照顧者 不會說阿你不懂就算了 或是怎樣 當然可能我心態有調整啦 呵呵呵 覺得說 哇這工作嗎 是不是 總不能一直都不知道吧 喔 你可不可以小小聲嘩罵髒話 不要講 然後後製我們後製剪掉 後製剪掉記得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改變的故事啦 所以遇到 來了沃潮 遇到一些願意分享的政治仔 嗯 好我們 就接受這樣的前提好了 所以我就願意相信政治仔 可能是 也想要 希望我們 跟他們 跟他們聊政治啊 嗯 越多人聊 越開心 嗯 然後我就 其實我也是基於這個 算是生命經驗嘛 嗯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要 讓自己 更有機會去跟 像某某 有這方面專業人 去學習 怎麼看台灣的政治 或是說怎麼去認識台灣的 政治局勢跟議題 嗯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欸 因為沃潮 不是一直來都會嘗試 各種新媒體的形式嗎 沒錯 那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Podcast其實 挺紅的 對我覺得 自從我們開始想 是不是要做Podcast 這件事情之後 好像就 大家就一直紛紛在做Podcast 我覺得就是 是我們的關係嗎 對 因為其實 我剛剛 我開始我們在討論這些Podcast 要做的時候 我就開始搜尋 我們過去的會議期 我發現其實我們2017年 就開始想做 所以我們一定想得很早 只是我們現在才開始做而已 你們還沒遇到我吧 欸 喔 有可能喔 不錯不錯 那我剛剛前面有聽到說 你們曾經嘗試要做Podcast 當然失敗原因是什麼 雖然就是 因為都是一群政治宅在講話 人類聽不懂 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被人類給拋棄了 外星人嗎 被關在那個什麼巨人的牆外面 我們進不去這樣子 被排除在外 聽不懂 人類聽不懂 然後 所以才想到說 欸 如果可以做一個 基於 針對那種 對政治 不是很熟悉 但是他是有心想要 關心政治的人 這樣的一群 聽眾或觀眾 去設計一個節目的話 他又很符合 臥草最初 最早的那個初衷 對 降低參與政治的門檻 然後他又是一個新的新媒體形式 我們也滿 願意去嘗試看看 所以就做了 反正我們常常在做實驗嘛 就是一種 廣播也是一種新的嘗試 反腐歸真 而且這也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反正實驗 若實驗失敗也沒有關係 至少是新的一步 對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說 你如果 失敗了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不要長得跟我們一樣喔 沒錯 大家學起教訓 對 因為我像一開始做 臥草喵政治本來是想說 做成療癒性的影片 我們辦公室的 對啊 這是我一開始跟我們的影音編輯 東東在談的時候 我就講說 欸我們公司貓這麼可愛 然後 然後 東東對聲音的剪輯也很有興趣 我想說那我就做一個療癒性 就是可能都只有貓 然後貓就在那邊打呼 然後搖尾巴 滾滾滾滾去 之類的 然後配一個 兩個人聊天的一個內容 然後這樣播一集 可不可以做一個什麼作品 反正想說大家有貓就讚嘛 他聲音觀靜音也沒關係 重點是有貓 就會看了 結果我們東東太認真了 他就把我們影片就剪得很高級 就是品質超好 貓還幫他修片這樣 修到就是那個五官很清晰 你說阿拜的五官很清晰嗎 眼睛放大這樣之類的 對 是這樣嗎 但我們做一做就發現不對啊 這樣子東東過勞 對 反而變成我們只是想要做一個內廣播節目 就居然那個影片修很久 好像是不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有點本末導致啦 就是有點違背 我們只是想要很很輕鬆 或是說很簡單的做一個東西 但他成本付出的又太高了 沒錯 所以我們從我們如果 我們應該已經做四集五集了吧 糟糕 等到這集播出之後 我們可能已經做五集了 吧 五集嗎 五集 然後我覺得回頭去聽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每一集都在 算是有在成長吧 對 好像有人說就是 我的咬字越來越清楚 因為 因為是壞麥克風的關係啦 不是我啦 明明從頭到尾都長一樣 是嗎 是這樣嗎 是都同一支啊 因為我們就一開始做 然後也會去給一些身邊的朋友 聽聽看 聽聽看 然後一些feedback 我們可以怎麼調整 從我們的內容上調整 然後包含我們講話的方式 然後我們兩個默契應該也算越來越好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有吧 有 就是比較不會搶話 呵呵呵 但還是會有中間那個空白三秒鐘 對 所以很多其實都我們後製剪掉 很多地方其實都是空白的這樣 對 我們把尷尬的三秒鐘剪掉 所以就 就 我覺得是有 漸入家境啦 沒錯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就是 反腐貴真啦 就是想說 我們做更像podcast一點的 閒聊的內容 對 所以這有點像是 我們的 第0集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 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啊 因為有些可能我們熟悉 我們的讀者會說 欸你們怎麼又 怎麼開始就是 講一些好像有點 太簡單 太簡單了 太淺了 有觀眾就說 啊這我看抹草了 PO文都聽過了啊 你們幹嘛再講一次 幹嘛再講一次 沒有啊 就我們有些東西大家看 不一定看過 我們用講的講給大家聽嘛 而且 希望有一些新進來的讀者 他們也可以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式 入門的方式去理解這些議題 嗯 所以很希望 如果你是比較這個 資深的握草讀者 你們也可以幫我們把 這樣的素材 這樣的影音 可以幫我們分享給那些 可能欸還想了解 但卻還不是那麼了解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 可以就是 慢慢進入可以了解政治的角色 說明有一天 他也可以跟你 像政治宅一樣聊政治 我就在想說 會不會我過了幾年 我就 被污染了 我就回來聽的時候想說 哇原來我當年那麼深色 對於政治意義 好傻好天真這樣子 對 就是 就像你講的這個東西是 回到我們 七年前的理想 對 只是我們現在用了一個 欸其實也沒有很新的形式啊 就是也是 反埔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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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很多遍反埔歸真 沒錯 這標題要下反埔歸真是不是 沒有 霍草反埔歸真 有點老派 七年後終於想開 感覺像那種八卦雜常 不是很怪的新聞 點進去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對 現在理想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 原有的 聽眾或是喜歡臥草的人 可以把我們這個新的節目 跟我們新的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也不行 就是 另外一種形式 對 把它分享出去 然後 也給我們多一點意見吧 因為現在也是認識的人 在回饋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有沒有在對的軌道上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預計 應該就是 我們每個禮拜會討論 重大的議題或重大的新聞 然後以政治為主 對 就是以我們臥草關心的 各種政治議題為主 但是因為你的意見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 滾動式的檢討 不斷的修正 我們就是目前要做的方向 或者是收音啊 比如說 咬字不大清楚啊 也可以啊 就是 收音的話 請大家捐麥克風來 對對對 我們很土炮的 有機會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錄音室 看到應該就會 就會捐款給我們 就是在一個 很小 很亂的房間裡面 的空間 就是儲藏室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大家歡迎提供意見 看我們 對我們之後幾集的一些 節目的型態啊 內容啊 都可以各種方式聯絡我們 嗯 如果你聽完 然後覺得很喜歡 我跟萌萌之間的 聊天的氣氛啊 等等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接下來 聽下去我們的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然後陪我們一起成長 對 然後有什麼意見 就到沃草的臉書 來留言 直接cue我們 對對對 就說要找喵陣治 對 就叫你們主管出來 呵呵呵呵 顧著什麼東西 我就會收到你們的信 我們很開心啦 對好 那總之以上 感謝收聽我們地庭集的 沃草喵陣治 那喜歡我們內容的話 一樣 追蹤我們的社群 對 不管是Facebook IG YouTube 然後我們也會開有Podcast Podcast Podcast 對 之後會在一些大平台上 上我們的內容 對我們會持續更新 下次再見囉 還有定期定額 對對對 定期定額 一定要記得支持喔 對對對 喜歡我們內容別忘了定期定額 支持沃草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那沃草喵陣治就 每週再見囉 拜拜